这个美国也在紧盯着俄罗斯的动态 甚至让俄罗斯已经有点威胁感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国防部长说 美国轰炸机这个月 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演习 以核武攻击俄罗斯 对轰炸机飞距离俄国边境20公里处 是大为的不满 所以呢 这个指责 所以难道说 因为俄罗斯国防部长 感受到了美国的威胁了 所以更加的要紧密的 与中方的国防上面军事方面来合作吗 因为你看大陆的防长魏凤和 与俄罗斯防长就签署了 2021到2025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 双方同意进行一系列的战机与航舰的演习 来共同来打击来因应这样的局势 没有错 因为这个俄罗斯现在应该跟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跟这个华府的关系高度的紧张 现在说由美国战略轰炸机军演 然后是离俄国竟然只有20公里 我们知道领空领海才12海里 所以这是很近的距离 不过当然美方的说法是说他们这个计划 或者说这个演习已经有这个事先有告知 也符合国际规范等等 但是就是说这个动作一定会惹得这个俄国非常的不满或不爽 因为主要就是说他出动还不是一般的战机 他是叫做战略轰炸机 也进行这个军演 那当然这个俄国跟中国大陆 对我觉得他们双方现在也有一些合作 这个协约等等 尤其在军事上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样 都是美国 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因为美国要抗中 那事实上他跟俄国关系也不好 所以这就很容易导致中俄他们在对于美国这个部分 双边会加强嘛 不然你看这个美国找这个民主峰会 有找中国大陆吗 有找俄国吗 都没有嘛 我觉得这个民主峰会真的 我觉得他就是把全世界分为两半了 一半呢是美国的朋友 另外一半呢是美国的敌人 可是呢他那个标准又很奇怪 比如说你说新加坡没有受邀 越来越来越说 尤其新加坡他好歹也是还是个民主国家 那当然就如同亮哥之前讲 这几乎这是什么 这个什么揪团 而且揪了是什么 对自己友善的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可是大家想想现在的情势 又跟过去冷战的情势 是不大一样 过去冷战 你说这个什么俄国为主的共产集团 跟当时美国为主的这个自由民主 或者说资本主义的集团 他们几乎是没有往来 没有贸易的互动往来等等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说不管现在美国要抗中 或者说对抗这个俄国 现在世界全球化 他的贸易互赖这么紧密 就是说现在要再搞冷战过去那一套 的确我觉得也造成中间很多国家的困扰 那事实上我觉得也不容易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国际情势 如果我觉得就是如果美方没有新的思维 还一样这样一分为二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国际上的互动 都不是好事了 是啦现在就是美国当然要拉自己的盟友 那包括什么打台湾牌的话 一定要拉着谁 立陶宛 立陶宛呢现在你看 还要跟美国共同在华府召开高阶双边对话 而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要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机会 包括与里面相近伙伴的合作 那么对话呢是由立陶宛的外长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Kirk Campbell 还有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 国务卿康达共同来主持 但你看亮哥 这一个所谓的双边的对话 美国是跟立陶宛 立陶宛大家会认为说 你的人口就近300万 那么只是因为配合着美国 不断的在打台湾牌 才会因此获得吗 因为最近也拿到所谓的贷款的支持 还有包括像这个连印太 立陶宛离印太地区是距离比较远的 但是他同样的都还能够说 谈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机会 你要怎么解读看待这件事情 我的了解是立陶宛 那个雷射光溥仪 他的那个矽光 矽光的那个技术 在世界是排名第一了 那他确实也跟台湾的工研院接触 那我们因为我们台湾高科技厂商 很多嘛 那矽光学这个领域 实际上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领域 立陶宛的营收 现在一年也只有2000万欧元 只有2000万欧元 可是就是说他有机会在台湾 得到一些客户 那台湾当然也很乐意跟他合作 因为他的技术确实蛮先进的 他大概占全世界的市占率占50% 那目前80%都是出口 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大概 因为美国大概想要搞那个印太经济架构 我是说你如果硬扯得上 因为印太经济架构很显然是要搞一个反中的科技联盟 对不对 因为他要把半导体供应链 把一些科技的相关的都把它拉进来 那他目前就拉了印度跟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有日本 你说美国拉了新加坡 那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供应链 就美国基本上 坦白讲他现在做的事情有点乱 我说实在你如果叫我弄出一个逻辑 我只能够这里看到一点那边看到一点 因为你要搞一个印太经济架构 然后要把那个亚洲的很多国家也把它拉进来 那好像要借此来框住人家 叫他们不要跟中国合作嘛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比如说马来西亚跟韩国 你可能会逼他们进来嘛 那马来西亚跟韩国可能会卖你面子进来嘛 可是他们怎么可能不跟中国合作 而且像新加坡的话也是我不愿意选边站 我还是希望两边都能够合作 是嘛连新加坡都是如此嘛 所以你就知道整个东协啦 他们基本上而且中国人 在昨天才宣布要跟他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后明年 明年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利用那个柬埔寨 当主席的时候 来处理那个南海行为准则啦 那中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啦 就是化解南海的矛盾嘛 那至少跟越南啊马来西亚这些 南海周边国做一些处理 然后他又要加大经贸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让东协的国家要站边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这边也摸一下 那边也摸一下 那可能最愿意站边的叫立陶宛啦 你知道吧 那结果立陶宛离亚洲那么远 是但是一扯到如果是经济合作的话 你在哪里都可以 我跟你讲连印度都不愿意在经贸上站边 更何况日本也不太可能吧 你看他用这个领防证来当外长 所以美国现在几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 好像人家愿意一面倒 搞一个准冷战的结盟啦 所以大家也在观察那个民主高峰会 你到底是要搞出什么东西啦 比如说你如果第一次开 那没有通过一个像样的决议有意义吗 那请问那个决议是什么 难道你要抵制新疆人权吗 那来的一百个国家怎么可能同意 都要抵制新疆人权 不可能的事嘛 比如说欧洲我就看到有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跟中国是很亲密的 所以我现在真的看不出来 美国到底是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啦 而且要能够落实喔 现在我真的看不到 现在呢你知道 有一个危机到底要如何化解呢 所有小行星可能要撞地球了 那么呢现在美国的NASA 要怎么样来因应处置呢 就是发射个飞行器 让飞行器去撞这个小行星 这个小飞行器 它还是这个叫做DART DART太空飞行器 撞上这个小行星的话呢 就可以借此改变它的轨道周期 这个还是搭成什么SpaceX的 他的那个火箭 你们觉得这段情节 很像90年代的那个电影世界末日 那首主题起大家耳熟能讲 I don't want to close my eyes 这个那首歌啊 就是很摇滚的风格 然后布鲁斯威利跟利弗泰勒 这样讲我们会不会太老啊 还有那个 那个那时候是小班 班艾伯烈克演的 就是一群工人在专有平台上 然后布鲁斯威利召集了 那女主角当然是利弗泰勒 然后那个很浪漫的情节 然后要搭车那个火箭 太空说 然后送他们到这个外太空 有一个小行星正朝着地球的方向 急速而来 那有可能多少天 多少天以后会撞上地球 造成引发地球很大的灾难 比如说地震啊 海啸啊火山爆发等等啊 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他们要执行这个任务 还要在地球上先模拟 训练他们怎么样去成功 把这个小行星给爆破 然后所以呢NASA 想不到这个大概我记得 如果没错是9596年时候的电影 90年代就对了 结果没有想到你看 经过了20几年 NASA竟然想要把它成真 他在二月 他在那个24号宣布的时候 他说那时候24号的下午2点21分 19980的电影 我记得是90年代的电影嘛 然后他就是执行这个计划 要去爆破了一个小行星 他们命名叫做迪莫佛斯 这个小行星 直径大概160公尺 大概就是一个操场的一半左右 或到三分之一 那希望他能够改变这个小行星 朝着地球的方向 然后这个飞行过来的这样一个轨迹 然后不要让他影响到地球 或是进入那个影响地球的轨道等等 然后把他炸的碎片 我觉得那么累干嘛 现在科技也很先进 要不然他就发个简讯给旌旗队长嘛 对 或者是找永恒主或复仇者 你有没有 Avenger会比较快吧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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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